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边只有一辆红车 帮它把门口的血铲除掉 它就会跟在你挖掘的空白道路上 其他车辆也会自动并过来 我们这个除血前面的铲子是非常强力 不光可以把血铲掉 还有这些的木头凳子 垃圾桶 以及其他车辆也会全部推翻 但是如果你撞到其他车辆的话 由于这个汽车本身制动非常高 你是不太可能推动它的 但是还是能推动一小部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左右控制屏幕的来回滑向 进行推车 游戏操作也是非常简洁 只需按住屏幕来改变方位即可 最后一辆车在出口这里 好的 把这些面包车全部救援出来 让它们顺畅通行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前往下雨关了 又进入了大雪纷飞的冬天呢 这里有很多的抽血车已经完全搁置在这里边了 这地方还有结冰的大冰球会时不时滚下来给我们造成障碍啊 它怎么滚的这么巧啊 难道说是有人蓄意要把我们的车辆砸爆吗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亲戚公司嫉妒我们的战果 先让我们止步于此 但是不可能的 我们这位驾驶员是有超高技术的 可以迅速躲避掉这个冰球的追踪 这里天降萝卜 还是比较逗的 这边是天降冰溜的 千万不要被撞在里边 这里快速左右击压 把这个冰块给它推走 喜欢看咱们视频的朋友们请关注手游酷玩 现在是第六关 又进入了其他的节气 这个游戏非常逗啊 一会冬天 一会又是春天的 看来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效果啊 这边都是农场分额的 都是大丰收 这萝卜还有玉米都从天而降啊 变成巨大化 为我们造成障碍 迅速扫清这条路 现在咱们还是只有这辆车 并没有看到其他车辆可以供我们选择啊 这里又回到了冰天雪地的道路 前方两辆的销车 迅速左右击压 这个溜边走 把它顶开 只要不是急刹车 后防车辆都能跟过来啊 这边还有两辆 把这个小子车给它全都救出来 这一条街道的全部视频都非常感谢我们的轻战公司 这辆车如果可以升级的话 或者是用金币来购买其他车辆就更好了 现在还没有看到其他车辆的选项 应该是这辆车足以应付目前的关卡 这里竟然有鸭路机 这大雪天的他用鸭路机干什么 难道说用鸭路机清除雪吗 这点还是比较逗的 好的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更多精彩尽在手游酷玩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抵达